歡迎來到Brother YouTube Channel 用派密打印機時也會少不免遇到一些打印質素問題 就好像照片會有缺息 或者打印出來會有白線這些情況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首先我們在開機狀態按一下Menu 見到Maintainance 再按一下OK 然後我們按下墊咀選擇Kinning 再按OK 來到這個選單之後會看到三個選項 黑色、彩色和全部 就視乎你是哪一種顏色會有缺息情況 就選擇了 我們這次可以選擇所有 來到下一個選單就會有強度的選擇 包括會有普通、強、最強 就視乎你缺息的嚴重情況 就選擇相應的強度 我們這次可以選擇普通 選擇好之後再按體動咀 就會開始這個清洗脈頭的程序 在清洗彩眼鏡前 大家要留意 清洗彩眼鏡的動作 會消耗到墨水 所以如果不是彩質素出了問題的情況下 都建議大家不需要清洗物頭 整個過程大概維持需要1至2分鐘左右 清洗完畢後 彩眼鏡就會問你 需不需要列印一個測試頁出來 我們可以按一下上墊咀 放好紙之後 再按看動咀 彩眼鏡就會印出測試頁 然後再看出墨頭的情況 列印完成後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張測試頁 看看墨頭的狀況 如果發現這4個墨頭的格子 會有一些缺失的線 或者怎樣 我們就可以按下墊咀 再清洗多一次 或者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可以按上墊咀 完成這個程序 完成了列印清潔這個步驟之後 我們可以按回紅色按鈕 exit 然後出到彩眼鏡的主畫面 然後你就可以再次列印的物件 希望這條片可以幫到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